最近是因為疫情 所以全世界對口罩需求都有所上升 因此有很多廠家希望通過在香港製造 可以短期舒緩香港對口罩需求的壓力 要短時間內生產口罩便會面對幾個困難 我們的機器需要由外面再運回來 材料亦要靠外面運回來 而另一方面就是短時間內要找到適合的工業用地 以及要建立無層車間 而另一方面也是越來越少本地的人才 是真的有製造業方面的經驗 雖然香港的工業已經不移 但一直以來生產力局都有 與香港的廠家保持密切的聯繫 繼續支持他們在技術上的改進 為了幫助廠家在香港設立生產線的生產口罩 我們提供了這幾方面的幫助 第一就是幫助他們在機器方面 去做調整、安裝 以及如何提高生產力 第二就是在產品認證方面 確保他們的產品能夠達到一些標準 變成市民去買口罩用亦都放心 第三就是在無層車間的設立方面 提供了技術的支持 而一間公司在香港是有口罩的生產線的 但已經停機了六年了 他們再次想開機的時候 就面對了各種各樣的問題 直至到這個疫情爆發得那麼厲害 到我們二月初 有一班香港工程的人 做工業就說 可不可以在香港做口罩嗎 然後我就說我有機 不過我的機器很久沒用了 有些工程師就過來 發現這部機器不動 那是甚麼情況呢 唐博士也幫忙 可能找生產力局 或者其他有VTC也幫忙 在各方努力之下 終於這部機是可以動的 動的但都不是很完美的 去做到口罩出來 其實這部機來到的時候 工人試過開機 看、切都不成功 滾了之後它全部開口 變成失敗 以為超星出了問題 原來壓得太過渴 所以我們來到就幫它解決了 一步一步來 超星解決了 它可以成形 之後看看均不均勻 微調的階段是很重要的 切出來的精準 看接也要精準 令到原產品變美 通過我們的努力 我們這麼多年來在製造業方面的經驗 技術和人才 幫助更多的廠家 在香港設立口罩生產線 幫助我們成功安全地度過這個疫情 亦都可以顯示到 給更多廠家看到 在香港再工業化是絕對有可能的